大家好,這部影片出間是5月19日,很久沒見了 星期一講完一節到現在星期五了 其實要跟回泰國大選,星期一和大家講過 和土耳其大選,結果要做一個分析 另外,其實在中國周邊很多事情發生 譬如說台灣那邊,國民黨就徵召侯友宜 究竟兩岸真的會不會未來一段時間和平呢? 為什麼要留意這件事呢? 如果國民黨真的散了,民進黨一定連任的話 這半年內真的有可能打仗 除了國民黨這件事之外,其實中國也有很多發生 譬如說中國和中亞的峰會 另外俄羅斯開放海參威 是做吉林的轉口港 這些都是 其實是跟俄烏戰爭有關的 所以等一下就有很多事情說了 另外呢,有一件事 就有網友要求的 就是說著呢 在西方社會他們生活的時候呢 我有個朋友在加拿大 他是被河蟹的 那麼他被人河蟹的事情呢 等一下會說一下他的經歷啦 但是其實你又會聯想到呢 蒙大拿州呢 是禁用TikTok的 就是美國人呢 其實呢 很多資訊呢 用Youtube 用Facebook 用Twitter呢 是被人限制很多東西看不到 即是在生活著美國的人 不要這麼說 在加拿大也有些什麼感受 一會兒跟大家慢慢說 好,那我們先進正題意 都請大家訂閱 何志光有壽必記的頻道啦 分享留言讚好 還有按鈴鐺的 請你們每天的12點鐘 或者晚上的時候 看看有什麼影片出 我這個朋友呢 他就跟我說 就是說呢 他是一個基督徒來的 那呢 他有一個呢 好的朋友 就是參... 是一個天主教徒 那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東正教這麼討厭天主教 但是天主教徒呢 他是很正義的 走了去 柯泰華去做示威的 在5月11日 那麼他去柯泰華做示威是什麼呢 一 是反墮胎 他認為生命是神聖的 不應該隨便去墮胎 那當然啦 這些是... 大概念上的說法啦 就是有些就說 絕對不准墮胎 就算被人強姦也不准墮胎 我贊成這件事情的 我覺得生了出來之後呢 可以呢 是... 媽媽可以交給志願群體去處理的 不一定要下去 我反對... 強姦後去墮胎 但是我認為呢 如果那個... 小孩子危害過媽媽的... 生死的話呢 那我就不勉強 就夠大不夠小 就是這個我立場啦 如果是... 媽媽和兒子之間 二擇其一 我一定選媽媽 除了這件事情之外呢 我是會... 反對墮胎的 那這位天主教徒都很反對墮胎啦 反對LGBT啦 他參加這些示威呢 真是很正義的 我覺得他們 但是去到柯泰華呢 他們有幾千人去示威的 那這裏是寫Dousands 幾千人左右 那幾千人在加拿大這個社會呢 柯泰華是很厲害的 但是呢 他發覺加拿大所有的新聞網 全部不報的 這一個專業 這一個網頁 是天主爆自己的報紙 或者是網頁啦 所以他報 但是加拿大所有大眾媒體 全部不報 譬如說CBC啦 其實他感覺很恐怖的 是因為整個加拿大在不同的省份 都坐飛機去柯泰華 去國會山莊去示威 竟然全部不報 河蟹了 好可怕 其實他們在北美生活的時候 他們發覺呢 譬如說早一輪呢 歐哈歐啦 好像二月的 就是做了一個爆炸啦 跟著是那些火車搖壓壓之後呢 倒捨了這些化學品 那就散播了啦 跟著就全部不報 只有TikTok報 現在蒙大拿州呢 就說TikTok 是會偷美國人的資料 就會呢 向中共呢 就是中國政府呢 提供一些間諜的服務 那就是蒙大拿州的理由啦 但是很明顯的 TikTok呢 國際版呢 是已經把一些伺服器移來 在中國以外啦 尤其是美國那邊 TikTok在海外呢 有十幾億人用的 很厲害的 國際版 那麼呢 但是在美國都有1.5億人用 那1.5億人用的時候呢 其實呢 TikTok已經把那些伺服器呢 搬去美國境內的啦 那其實呢 這個是很野蠻地 去禁了它 那這個是代表著呢 紅州呢 就是共和黨的州呢 那共和黨和民主黨 都是不鼓勵 就是資訊自由 如果你有讀1984的話 1984形容那個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呢 其實現在Google啦 Facebook啦 Twitter啦 真是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的 是所以呢 有1.5億的美國人呢 轉用了TikTok 因為TikTok就是一個呢 硬性的AI 或者是有一個演算法 不管你的 你多人看就有去 就是踏高去啦 就是很多人推薦啦 就是順理性的而已 不做政治的監管 由於TikTok真的不做政治監管呢 所以很多新聞呢 都不會被人河蟹了 這一個都說了 保守基礎圖 他們反墮胎 反LGBT的東西 幾千人示威 就是因為 給西方主流的 所謂普世價值 真是搞同性戀這尾東西呢 就是他們河蟹這些聲音 其實說真的 這個社會 有人是採傳統價值 那些聲音不應該被打壓的 是不是 在TikTok就可以自由講咯 現在它是說TikTok 是 是中共的爪牙 會洩漏美國人的私隱 但事實就是 其實因為TikTok 沒有政治的管制 所以呢 有1億5千萬的美國人就說 喂 我們 不需要被限制我們的言論啊 如果我在 傳統的Facebook Twitter 和Google Youtube這樣 我們說了些話不對聽 是被人河蟹的 在TikTok是不會的 其實TikTok已經 對Youtube產生在美國 產生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不浪費時間說這件事太多了 因為這件事 但是我很多謝這個網友 他在北美居住的時候 他告訴我 他真的覺得很被人河蟹 甚至有一個北美的朋友問我 什麼叫做河蟹啊 我就教他 河蟹啊 意思就是 在大陸呢 如果你說一些危害國家安全的事情 公安和政法委呢 會把那些文章呢 或者留言刪掉 因為不想你散播一些危害國家安全的事情 大陸呢 是有這些網絡管制的 但是 其實美國 的網絡管制 根本和大陸 是不枉多樣的 所以美國一邊說民主自由了 自由神像嘛 另一邊就是 拿個膝蓋壓死黑人咯 那就掩埋了 河蟹了的了 美式河蟹管這個嘲諷呢 是十分之對的 不是大陸有河蟹 大陸呢 他網絡管制河蟹完之後 政府為人民努力 去令人民風衣足食 你美國 一個新冠都死過 一百十幾萬人啦 是不是啊 全都是槍 你們有沒有管過啊 不說那麼多了 不怕軍那麼多了 我們說說土耳其選舉 土耳其選舉的結果 其實都很簡單而已 三個人選總統 最後埃爾丹安有49.5 接著這傢伙呢 44.89 這一個就是 我今天5月18號 我做節目5月18號 你看5月19號上午 就是這兩款出來 這傢伙呢 名字很複雜啦 叫基里達歐佬 這個維基的翻譯 但是第二傢伙呢 第二傢伙呢 別管了 總之這傢伙呢 是 美國走狗 因為呢 他那個選舉聯盟裡面呢 有很多不同派系的人 在5月14日選舉之前呢 實驚無神 在5月13日呢 14日之間呢 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呢 就停火的 很明顯呢 美國呢 就出了一個很大的力量 但是 埃爾丹安仍然贏到呢 49.5 但是最後的結果 會不會贏到呢 我相信會贏到的 埃爾丹安 埃爾丹安呢 但是呢 如果那個玩法呢 會不會未來這段時間 我今天5月19日 這個節目出街5月19日啦 去到5月28日 會不會中東已經是 又有戰火 土耳其呢 開拖打赫爾達人呢 當呢 有一些戰爭燃燒了出來的時候呢 那些人民就會清醒 你支持這條什麼仆街啊 海末爾 創立的啊 共和人民黨 這傢伙是漢奸 因為他們呢 說不介意搞同性戀 不介意去世俗化 是吧 不介意支持LGBT 其實這些人呢 根本就是出賣土耳其 他們自己的啊 傳統的文化和利益 土耳其的結構呢 當然就是說 埃爾丹安挖起 就是發覺 喂 喂 搞西化路線 要加入歐盟 永遠都加入不了的 加入不了之後 發覺喂 我們土耳其人 要遷就你西方 去求入歐盟 求什麼都求不到 我不如 我們土耳其人做回自己 做回伊斯蘭教徒 不如我們做了伊斯蘭教徒 不討好西方之後 我們向南 延伸我們的影響力 影響這個伊拉克 影響敘利亞 這個呢 就是埃爾丹安的政策了 其實現在這一套呢 看來仍然是有優勢 我看來呢 我就覺得呢 變天的機會不大 土耳其的選舉 先說這麼多 那時候都說過了 如果比剛才那個美狗贏了 整個俄烏戰爭都會翻盤 因為一定是放一些 航空母艦進黑海 那如果進黑海的話呢 俄羅斯的環境就很危險了 所以呢 我就會再觀察了 除非土耳其有一些 我估計不到的東西 我估計阿爾丹安是贏到的 5月28日 如果萬一阿爾丹安輸了呢 土耳其變成呢 由美國走狗當政的話呢 那些航空母艦便會載進黑海 俄羅斯的戰衆形勢就會急轉直下的 但是我估計這個機會不高 另一邊呢 就講泰國選舉結果啦 都很意外的 就是阿皮塔的前進黨呢 就是他 我形容他就是一個泰國的黃之鋒啦 他的政黨的性質呢 就專支持LGBT啊 同性戀啊 但是當然啦 在曼谷裏面呢 太多做旅遊事業的人呢 是賣人妖啊 同性戀那些東西 就是在泰國呢 真的很多人呢 喜歡LGBT的 這個也是事實 因為他們靠LGBT 一些 性服務 真的泰國很出名這些東西 就是在聖意方面呢 很多遊客去那裡就是 One night in Bangkok嘛 幾十年前這首歌就講他們那些白種人 去泰國怎樣嫖妓 而且男人嫖男妓 或者嫖少年人啊 就是這些很多東西 那皮塔當然就是 他說這一套東西 就是一個有錢仔 他就讀完哈佛之後呢 跟著就 家裡有錢 身高多漂亮 三十幾歲 是吧 整個帥仔 整個明星這樣 他這次拿到152席 贏了 他信的女兒貝丹丹呢 貝丹丹呢 是很意外的事啊 這件事 但是他們兩個黨加起來呢 就293席 293席呢 是不足以 是會贏的 一定要376席 因為上議院呢 還有250席 那現在呢 你看到呢 巴玉呢 他的黨只有36席 但是他另一個分身政黨 叫做泰國自豪黨呢 有整70席 如果70加36席呢 就106席 這些是有軍方背景的 所以呢 其實呢 100席 再加250席呢 就已經是350席了 其實呢 你說 皮塔呢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機會做呢 泰國總理了 我的報告是這麼多 他說有六個政黨聯盟 一起參與皮塔 那些參與的政黨呢 我相信就是 文、愛、釣高來賣 最後呢 泰國皇室啦 巴玉啦 或者是 泰國自豪黨的這個叫做阿魯廷呢 就會用錢收買其他黨呢 就會組成呢 巴玉或者是阿魯廷呢 去執政的 黃三軍的聯合政府了 將會呢 將會呢 紅三軍的衛泰黨 和前進黨呢 是不會繼續在野的 現在看到的情況啊 呃 就是說呢 美國佬養大了這個皮塔 這個泰國王之鋒啊 但是沒有用了 這個情況是這樣啦 顛覆不了呢 呃 入泰國王室和黃三軍的力量啊 我的判斷是這樣 那另外呢 俄羅斯呢 現在呢 在巴赫穆特呢 仍然在打中 仍然在交著 而且呢 呃 我就不逐個逐個騷擾啦 但是知道呢 德國啊 或者是不同的國家呢 最近是提供了多了的軍火給烏克蘭的 所以烏克蘭呢 有一些反攻 那 無論如何都好 5月13日呢 俄羅斯呢 就有一個的超音速告彈呢 軍擊了烏克蘭 就出了蘑菇雲 就破壞了一些軍火庫 但是其實呢 以烏克蘭的情況來說呢 你炸爛了一些東西呢 就可以把所有東西都放進去那裡之後呢 就會把西方那些門座呢 拿去私底下賣去賺錢 所以呢 扎蓮斯基會多謝俄羅斯出匕手導彈的 那你說 扎蓮斯基說匕手導彈都可以擊落呢 我是不相信的 因為匕手導彈是不能擊落的 除非那個不是匕手導彈 或者匕手導彈有問題 因為匕手導彈呢 如果超音速5倍 那你怎麼可以擊落呢 是不可能的 是吧 攔截不了的 即是 你烏克蘭說的東西都是違反常理的 但是可以不管了 但是現在看來呢 因為在巴赫穆特呢 烏克蘭的反攻呢 好像說不是那麼差 但是我們對戰場的消息 不是掌握得很直接 但是我可以說 由俄羅斯的動作呢 看到呢 的而且確呢 俄軍呢 的形勢呢 不算是很好 可能是叫做拉平 或者有少少劣勢 由於有劣勢了 所以5月15號 就跟大陸說 說我們將海參威呢 開放給大陸 那海參威的位置呢 給你看看先啊 那海參威的位置呢 其實對於哈爾濱呢 其實對於哈爾濱呢 和長春呢 都是近的 你說啊 由長春 出口到大連 其實和去這個 海參威呢 其實距離是差不多 可能海參威近些 這個呢 我想呢 大連始終比較旺些 如果啊 是 在這個中國的東北面呢 在這個的東面 開了一個出海口呢 某個程度上 就繁榮了俄羅斯啦 某個程度上 如果一個新的港口 因為沒有大連那麼繁榮的時候呢 很大機會的費用會低啊 那 而中俄的合作的裡面 開發了 海參威成為呢 俄羅斯東面的 真是可以說是經濟首都的話呢 慢慢呢 就會中國很多企業啊 很多貨運會經海參威呢 廉價去出口呢 會令到中國東北會繁榮了之餘呢 會吸引俄羅斯呢 西面的人口呢 遷入 也都會吸引北韓的人呢 以Working Permit呢 走進去海參威去做事 那如果是這樣說呢 你說啊 中國會不會 有機會拿回海參威呢 我告訴你 就絕對不可能 俄羅斯有核彈呢 中國都犯不罪和他搶領土 俄羅斯是一向都很疑懼的 因為他們呢 在東面呢 事實上人口太少 海參威 那可能人口都未 我要查一查啦 好像是未過一百萬的 即人口是真是很少的 即是中國呢 隨便一個呢 縣啊 都可能過一百萬人口 但是海參威呢 很少人啊 但是我想 如果你海參威成為俄羅斯東面的 經濟首都的話呢 吸引了北韓的勞工 吸引了很多在西面的人去找機會 那就會變成呢 中國人啊 俄羅斯人啊 還有 北韓的朝鮮人呢 就混合一堆 這樣搞的話呢 我相信呢 即我是俄羅斯的做法 一定要放一些北韓的人進來的 接著在過程的裏面呢 是保證呢 中國人不可以在海參威那麽多 那當然啦 你會想到一個狀況的 就等於呢 多倫多和溫哥華而已嘛 華人的人口太多呢 其實呢 對他們八種人呢 其實那個心理呢 都是有一點點不平衡的 嘩 為什麼我們住的溫哥華 華人那麽多呢 去到Richmond 那些人 簡直是華人住的壓度性多數啊 又或者你去 多倫多都是啦 如果你在一個 斯丁爾畢的地方 你不理會是Richmond Hill 還是 馬琴啦 都是華人是很多的 即是說呢 呃 我相信俄羅斯呢 是想了很久的了 一直都不願意開放海參威給中國的東北 但是現在澳湖戰爭就是打得差 或者是有危機 開放了這個海參威之後 跟中國關係好些 就促中了中俄貿易 那跟著呢 找多些人民幣呢 就可以籌集多些的軍費 這一個呢 是向中國示好的方法 另一個示好的方法 當然就是把中俄五國 任由你中俄五國去 西安開這個中俄峰會啦 那裏面的內容呢 我未開完就不知道 但是俄羅斯呢 現在直接就是 因為打俄會戰爭事實上是 就是俄羅斯一個對三十幾個啦 三十一個的北約國家 事實上是有踢力的 就放你中國 擴張在中俄的勢力 如果俄羅斯呢 不是面對俄好戰爭的 是死都不開放的 我明明告訴你 這是一個事實啦 那最後呢 我們提提美國那邊 美國那邊的情況 我真的 看到一些地區銀行股反彈 那就是你知道 很多地區銀行股 譬如直角銀行啊 什麼簽名銀行啊 第一共和銀行啊 那就是撿軌了啦 那本來呢 說這個地區銀行的指數 叫我們看 叫KRE啦 有些說 叫了第二個號碼 不要理 第一個第二個字母 不要理啦 本來就沒有反彈的 現在反彈了 那是不是代表著 美國的銀行業的危機已經度過呢 我覺得呢 不要相信啊 看定點先啊 那我不說那麼多了啊 啦